鄭家榮支持女友有卸自言香 鄭家榮前晚出席新片 AERO 風暴的殺科宴 對於風暴系列將會拍第四部曲 問家榮會否推薦女友陳凱琳演出一角 她表示女友已經工作很忙 無需她再推薦 因為女友有卸自言香 至於早前女友被指在日本機場打尖 家榮認為報導得淡笑 並且暗喘報料人士應該先搞清楚特權 和消費者權益的分別 真是互發互到出了火 她有拍 她剛剛和Stephy都拍完一部電影 即是下一部 下一部 即是四部 哦 你當 那這個不是我拿主意的 這個就是看 推薦 我推薦 其實我覺得 她現在都多工作做到不得了 還要人推薦 都 電視電影 Event 你過兩天都見到她一次 現在在隔壁見 很難看 所以 可以了 有卸自言香 不用我講的 之前被人說 日本旅行那麼特權 入閘的時候 有沒有停泊過 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都聽她說過 我覺得 挺好笑的 其實我想我那個 好像是小姐來的 就是報護那個 那我就不記得她的姓名了 那我就 但我想她分別了特權和消費者的權利 是兩件事 我覺得 你買什麼票就有什麼權益 這個也不是我們去決定 這些是航空公司自己的做生意的決定 那就是 可能先搞清楚這件事 不要為了500元就這樣 都不要搞清楚這件事 你買什麼票就有什麼服務 我想這樣說 航空公司的服務 這些是每個人都一樣的 所以是沒有特權的 這些只不過是消費者的普通權益 就是沒有剛才的 也是不放下一張 什麼 我平安 我平安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